明天北京2008奥运刚好散起来 倒数365天 晚上8点钟8月8号晚上8点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重要的直播节目 将在凤凰电视台跟全世界所有的电视台 都在紧盯着明天晚上北京的八点正 台湾的媒体呢也是全台媒体都在封北京奥运 连绿色的媒体也都参与在北京 要看这一场365天的倒数 我在前一阵子也特别到了北京和天津 访问了当地一些重要的建筑 还有政治领导家 先很简短的在最后这一小段里头 谈我的感想 在这里头呢我们除了看到了奥运广场 奥运的整个很重要的场馆 还有天津市的建设之外 那么里头呢我今天特别挑一个栏题来说 我非常感动的是即将在9月25号 要开始首演的国家大剧院 如果把它做一个比较 在过去这十年里头北京做了一个国家大剧院的梦 台北做了一个小剧带的梦 台北希望有一个大的体育的表演场所 结果台北呢提出来的规格就是差不多10亿人民币的预算 北京所提出来的是将近30到40亿人民币的预算 那么北京呢最后选择的是最象征性的地点 这个地点是在紫禁城以及人民大会堂的旁边 简单以来说 它等于是在老佛爷的旁边生了一颗大袋 北京人看着这个建筑物也很吃惊 因为它跟紫禁城的宫殿不一样 跟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的广场的造型也都不一样 法国设计师安德鲁他说 他很尊敬北京的建筑 可是人不一定要学习过去 那么我也特别看到了这些人 他们在创设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梦想里头 包括很多北京重要的领导者 他们都以中国所画出来的蓝图 他们希望在这个象征权利的旁边 有一个开放的中心 所以就是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天安门 这个天安门不是属于领导者的 它是属于所有人民老百姓 跟一个开放的空间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阳刚气十足的天安门广场 出现了一抹温柔的表情 我特别把这两个事情拿来做一个比较 北京的十年台北的十年 那么作为一个在台北主要工作的人 到北京去 在那个地方看了北京的发展 你真的很替北京跟整个中国高兴 苦难的中国终于走出了两百年的宿命 你看到这么多了不起的超越时代的建筑 在北京这个千年老城里头出现 才不过一百多年前 中国对于它和世界的关系 充满了各种痛苦的情节 走不出来的时候 北京走出来了 当然相对来讲 我很感慨台北现在就像一百多年前的北京 台北做的梦跟北京做的梦 我们把它摆在一个扁单上头来看 它说明了为什么北京今天有这么骄傲的成绩 而在台北的部分 预算少 执行力差 建筑师也不怎么样 那么做出来到现在 同样这十年里头 北京国家大局耀眼世界大建筑 而台北的小巨蛋呢 它变成了一个拍卖场 那么我常常用这个故事告诉很多台湾的人 他们要加油 真的不能够老是活在加入联合国公投这种假意